我在這裡住了二十多年 這個情況也未出現過 今次看到這個情況也是第一次 比較誇張 又皮鋪又三副鞋襪 你兩位大媽趁著烈日當空 將外東村的球場當曬三場 你一幕奇觀 被張先生在星期日拍攝擺放上網 引起網民熱議 街坊都覺得這個行為缺乏功德深 平時的人在這裡曬一下床單 曬一下果皮 這裡有 但這些位置我真的未見過 你放這麼多東西在那裡 即是影響那個什麼 我覺得不是這麼好 這些當然不可取 因為你本身踢球 沒理由拿來拿衣服 跳舞都做不到 你的衣服怎麼踢球 怎麼打球 亦都有市民希望防署加強執法 如果真的阻礙得太重要 那就通知職員 即是木卷的職員 如果不是的話 我只能夠自己避下 真的要扣才行 如果你說寫了 但沒有執法 其實就沒什麼意思 我們在星期三來到這裡 看一看 暫時見不到有人佔用球場曬衣 目前防署在球場四周圍都有貼告示 提醒市民不可以在這裡曬衣服 否則就會被人扣分 不過會不會就事件作出更進 房署暫時未有回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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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